我覺得我自己很醜 我不想出去吃飯了 然後她竟然說什麼 她說瘦就漂亮嗎 你說這話聽人不會很不爽 誰會不知道誰會不值得 這話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家到哪時候是頂光 然後到廁所也是頂光 對 然後照鏡頭想說 我怎麼醜成這樣啊 然後我在這邊怎麼弄都覺得醜 然後就跑到燈衣間 然後一照鏡 哇靠 更醜 那你都畫著燈嗎 我一直之前跟我老公想過 她就說 因為你還好吧 因為她不覺得 男生不懂燈光嘛 然後我就在那邊照了 反正然後就心情很不好 然後我老公說 菲菲你在幹嘛 我說 我對我自己很醜 我不想出去吃飯了 然後她就竟然說什麼你知道嗎 她說 瘦不漂亮嗎 我說 我已經有瘦了 OK 她說 可是你要常動啊 你以前不會跟我去健身房嗎 你現在就常常在床上看那個劇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說 你不覺得我臉已經有瘦了嗎 她說 當然還是越瘦會越好看啊 然後我就說 你 你不是在講話了 我說 你講話自己過分 然後我就飛去看 然後就這樣 她說 你幹嘛 她說 你不會再哭嗎 她說 你不會再哭嗎 她說 你不會再哭嗎 因為你也 我是跟你講實話 你為什麼要這樣 我說你講話自己會讓她越來越生氣而已 她說 你就是瘦這個好看 然後我說 你要我上大街 然後又要去吃什麼大餐 你又要去吃大餐 我會瘦嗎 然後她就說 不好意思 我要先去外面 因為按摩室在等我 然後我就自己這樣擦眼淚 然後越講越氣 後來我就那個 想說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 我就拿手機一直在拍攝前 然後最後我就拿著那個鏡子 然後把人家窗簾打開 然後等於就是日光嘛 然後我就笑 想說要漂亮的話 我也是 明明就很漂亮啊 好吧 那就是燈光 可是 這好像其實蠻sweet的 你看那個情人節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說情人節 情人節不是就送一大把花 我老公現在很sweet 只是說我被燈光氣到 然後她又一直不說 現在她知道我那天哭了 然後隔天其實我臉也是正常 她就出門之前她就說 Baby 你有瘦喔 就知道她要換個方式跟我溝通 因為她一直說你要運動啊 你要更瘦啊 你說這話聽我以後會很不熟 誰會不知道 誰會不值得 會不會沒講 沒講你會不會變更好 好像有病 剛剛那麼激動突然在那邊發瘋 她現在真的非常漂亮 她現在真的非常漂亮 因為我老公看到她也說 細緣你怎麼回春啊 她說真的是回春咧 然後講到最後我就抓狂 我說 Baby 那我呢 嗯 然後她就這樣看我說 你就是一直keep啊 我說那我有沒有回春 她說你就是keep嘛 因為我最近為了今天記者會 所以我又開始那個稍微 也在運動啊 稍微吃少了一點點 然後我就覺得自己明明 真的有變瘦 我說Baby 你覺得我現在怎麼樣 以後就看你還很年輕 她說 可是我覺得瀏海真的 跟你的眼睛很大 然後我想說 我何時才可以聽到 你說我回春 你覺得那麼漂亮 會不會很激 有沒有什麼推銷可以呈現 我覺得我如果再講幾句話 我還沒講 我不敢再多聊 她一定會說 你節目的記者會問你 要我幹嘛 你一定要趁我熱度嗎 她請她上節目 我有說 你見面就是 CB常聊最後一集 就是大嘉賓 那大家一定會非常驚喜 她說 不要啊 OKOKOK 你說那新節目呢 都是年輕女生 然後你現在又那麼漂亮 所以你們就跟他們 完全是沒有違和感 然後 她說 我就說 欸之前有個劇本 那個導演 她說 不要啊 要演自己去演啊 無論怎麼講 她說不要 她現在所有 要找她的工作 她就說 請把她全部推給你妹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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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女人靠自己 最容易打到高票 因為自己最知道自己哪個地方 是那個 不知道 她會跟老公討論 最近我跟我老公已經 沒有在討論這雙面的事 她一直就問她說 寶貝 我們是不是很久沒有那麼久了 妳今天要不要來一下 她說 不是 前一陣子也要神鬥 然後就是會 就是 我已經很久沒有感覺到 有東西 哈哈 什麼啦 是活體啊 哈哈 我不可能會看 對啊 最近沒有高髮 可是就是靠自己啊 哈哈 有照片 對啊 就是 有的 因為我老公是 很早就會起床 然後去健身房 然後有的時候 女生 比如說做了一個什麼 就是比較浪漫的夢 或是什麼 然後就覺得說 是有感覺的 然後我就會 在很困的當中 還是 就是很努力的把自己撐起來 然後打開抽筋 然後拿出來 然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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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囉 就整個就醒了 有的時候也是晚上 可是因為晚上畢竟小孩 都回來了 然後老公也 偶爾 就是 老公也在家 所以就是 時機可能抓 因為我可怕就是 我 現在要弄的時候 然後突然有人就是 因為我 老實要的人是完全不會 給你什麼 然後然後 就敲門 他會直接把那個門 按開 然後 如果他一開門 然後我就 我就真的 然後因為 然後因為我婆婆 就是直接會說 啊 他的聲音 跟腳步是同時 在同時 所以 有一次真的是 很緊急 就是我正在想 然後就是 我就 然後以前小時候 因為他們 還不懂事 就是會翻我抽屜 然後就會拿出 因為以前我還不懂得 要裝在什麼 袋子裡面 就直接就是 直接放在那邊 然後顏色都很鮮豔 小孩看到那什麼 紫色啊 鮮粉紅啊 就會想說 這什麼啊 所以他們就會拿來說 那媽媽這什麼 我就 蛤 然後他們就會這樣 那媽媽就是這樣幹嘛 我說那個是 你們這樣媽媽工作很忙吧 他們就說 對我說 那媽媽就常常這邊 會神經病 你看 你看就是 驚魔腔 他們就說 好好玩喔 然後我們就會拿來那邊 不要鬧眼 然後 後來等到我女兒 長大之後 然後他們就 跟我討論一件事 說 小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在你的房間 有發現過啊 我就說 你們現在要這麼年紀 要聽這個故事嗎 我還想說等你們長大之後 你們自己去領悟就好 他們說 你就講啊 我說 小時候你們有發現媽媽的寶物 然後 我有騙你們說 這是按摩的 然後你們就拿得很高 就一直往臉上 在那邊看 他就一直說 YOU 媽 你覺得很醜 你為什麼不收好 我說 我要收到哪裏保險箱嗎 你現在看到 今天士林接著 你自己七歲 出海 有個神 你會想說 你先請你接過來 看一下 如果 為了生小孩的話 我可以 但是是為了生小孩的話 HELL NO 我真的不想要再有任何一個小孩 因為 十瓦三已經把我的整個人性都磨掉了 他真的 他真的 因為我不知道 我當時懷疑他的時候 是做了什麼壞的 什麼 我記得 很特別的人美 他說 寶貝 他說 請到許美女 許美女 許美女 你現在是要吃飯了嗎 因為你要吃什麼 他說 這不是父母應該要幫我決定的事情嗎 然後我說 然後我說 欸你會不會有喜歡的男生啊 他說 我目前覺得沒有男生配得上我 第一輩子我真的很漂亮 然後我覺得 就是 在心裡講說 這台到底是怎麼回秀 然後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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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